看到我手上這個熱水鍋沒 像我們贊成拍攝這種東西的話 還是一樣 運用兩面的油光瓶的雙面加光的方法來拍攝 然後我現在已經就馬上把這個布好了 其實一樣的 其實比較簡單 就兩張油光瓶 然後還是注意到底下這個拍攝台 不能太大 油也太大的話 它如果彎像虎拍的話 它也會有反應上來 OK 接下來我就給大家布光來拍攝 我一般拍照的時候先長體布一下光 然後拍一張然後再慢慢再看哪個燈出問題 然後現在就把前面的燈關掉 一個一個來 我現在從五號燈就是最左側的這個燈開始 開始調整它 先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燈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燈廣 最端就是打這個燈廣 然後做右側這個 剛剛我們觀察那裡的時候是 它也是一樣 它有點高了 所以我把燈頭降低一點點 所以我把燈頭降低一點點 往前一點點 一丁一點就好了 不太多 因為像我們戰場的話 第一次擺的燈包都先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可能就稍微有一點點區別 所以感覺可以 然後開始做 按好燈 就前側這個 我會把這燈剛好燈放來 再打 所以它會具體會亮一點點 然後另外一側會暗一點點 就給它這個明顯的去序感 可以 開始調整 這個燈 這個燈亮度不知道太大 然後開始 頂面這個燈 這個8號燈 這個8號燈 這些打在上面的蓋子 然後這個燈 最前面這個燈 可以不要 這個燈 我會覺得前面太暗了 正正中間了 太暗的話 我會主墮一個燈 就稍微亮一點點 然後這個熱水盒的曝光就基本上就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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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